欢迎回来 首先来看南加州社区方面的消息 2019年第五届华乐杯乐器舞蹈声乐国际大赛 将于8月18日在美国洛杉矶正式开赛 本次大赛由美国银河艺术中心 美国汉天卫视 美国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主办 为推动本次大赛的宣传工作 3月9日下午 主办方与美国汉天卫视演播大厅召开新闻发布会 主办方负责人 美国银河艺术中心 艺术总监蒲玉宁 美国汉天传媒产业集团总裁李继 等多位嘉宾出席了发布会 第五届华乐杯乐器舞蹈声乐国际大赛 比赛宗旨是弘扬中国民族文化 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和发展 促进海内外中国文化音乐 舞蹈声乐爱好者之间的交流 为所有爱好艺术的朋友们 创造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 因此主办方呼吁 本地喜爱音乐舞蹈声乐的朋友们 踊跃报名实现你的梦想 由美国银河艺术中心 携手美国汉天卫视 美国中华文化中心 联合主办的2019第五届 华乐杯契乐舞蹈声乐国际大赛 将于8月18日 在美国洛杉矶正式开赛 为推动本次大赛的宣传工作 3月9日下午 主办方于洛杉矶东区 二万代尔市 美国汉天卫视电视台 新落成的大型演播大厅 召开新闻发布会 主办方负责人 美国银河艺术中心 艺术总监蒲玉宁 美国汉天卫视电视台 总裁李济等多位嘉宾 出席了本次发布会 我们华乐杯 今天在这里举办的华乐杯 是第五届的华乐杯比赛 我们以往举办了四届 我们的比赛有音乐 舞蹈 声乐 我们举办的华乐杯 主要是为了学习中国文化 或者其他文化的朋友们 能创造一个很好的平台 能给他们提供一个这样的机会 我们希望能给我们这些 学习中国文化的朋友们 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说在我们洛杉矶 我们会一直举办下去 今天是第五届 我们希望将来第六届 第七届会越来越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是举行 华乐杯第五届 这个新闻发布会 我们很高兴联合 汉天卫视联合 银河艺术中心 还有美国中国文化中心 一起在这里举办第五届 华乐杯音乐大赛 这个音乐是民族音乐 我们要感谢银河艺术中心 为我们培养了新一代的 海外华人华侨的子女 传承中国文化 学中国民乐 我们媒体作为一个平台 提供这个机会 宣传支持他们 希望他们的事业 越做越好 越做越大 也祝华乐杯举办成功 第五届华乐杯 契乐 舞蹈 声乐国际大赛 旨在弘扬中国民族文化 促进美中文化交流和发展 增进海内外 中国文化 音乐 舞蹈 声乐爱好者间的交流 并为所有爱好艺术的朋友们 创造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 因此主办方呼吁 本地喜爱音乐 舞蹈 声乐的朋友们 踊跃报名 实现你的梦想 汉天卫视记者 吕丽川 洛杉矶 二门戴钥匙 采访报道 再来看NBA方面的消息 昨天迈阿密热火 主场迎战多伦多猛龙 开场洛瑞 西亚卡姆和格林 相继命中三分 猛龙取得领先 暂停回来 格林再中三分 双方分叉来到两位数 随后热火追进比分 首阶打完 猛龙领先五分 四阶比赛 韦德拿下四分 温斯洛命中三分 热火继续追分 暂停回来 西亚卡姆连得六分 猛龙稳住局面 节目领先十四分 结束上半场 一边再战 双方打得十分胶着 虽然猛龙凭借西亚卡姆的发挥 一度将分叉拉开到十七分 但节目热火打出一波 七比零 追进比分 三阶打完 猛龙领先十二分 末节比赛猛龙打出一波十比零 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二十分 比赛基本失去悬念 随后猛龙稳张稳打 以一百二十五比一百零四 拿下比赛 另一边 达拉斯独行侠主场迎来 同区近旅 休斯敦火箭的挑战 比赛刚一开始 戈登造成犯规 两发一众 为火箭拿下首分 下一回合 布伦森也拿下独行侠首分 首阶中断 火箭里突外头 打出一波八比零的小高潮 取得领先 回进一波七比零将比分返超 第一节比赛结束 独行侠暂时领先火箭一分 四节再战 保罗 戈登连续命中三分 帮助火箭重夺领先优势 随后火箭再度打出一波 八比二的小高潮 稍稍取得领先 半场战败 火箭58比54暂时领先 一边再战 独行侠将分差缩小至两分 随后戈登离突外头 连拿五分 帮助火箭稳住局面 三节比赛结束 火箭暂时领先九分 进入末节决战 独行侠不甘示弱 很快将比分追平 之后火箭重将稳住局面 尽管鲍威尔连续扣兰得手 将分差缩小至一分 随后时刻 保罗的命中彻底浇灭独行侠 取胜的希望 最终火箭客场94比93 险胜独行侠 同一天 圣安路尼奥马次坐镇主场 迎战密尔瓦记熊鹿 首节开始 熊鹿打出一波16比4的小高潮 之后贝尔坦斯和米德尔顿 互标3分 节末马次还以一波10比5 首节结束 熊鹿领先7分 四节开始 米尔斯和福布斯连续命中3分 洛佩斯也与之对标3分 节末马次打出一波5比0 半场结束 熊鹿60比54领先马次 一边再战 阿德巴约和德罗战接连发力 一波13比4反超熊鹿 之后熊鹿替补不断命中3分 稳住局势 马次领先4分 结束三节 末节决战 马次一波6比0打听熊鹿 随后贝尼内利 三分再近将分差继续扩大 双方对标得分 但分差始终维持在两位数 紧接着米尔斯命中3分 一锤定音 最终马次121比114 立刻熊鹿 菲尼克斯太阳 客场挑战荆州勇士 首节开始 杜兰特和汤普森合力带队一波12比3打听太阳 随后布克和埃顿连连得分 之后杜兰特带队一波9比2再次打听太阳 首节结束 勇士领先13分 四节开始霍姆斯连拿5分 率队追分 布克也命中3分打听勇士 双方比分胶着 杰末汤普森中投命中 半场结束 勇士57比56 领先太阳 一边再战 杜兰特连拿4分 随后太阳回进一波8比0 打听勇士 之后杜兰特继续篮下得分 杰末布克两罚群众 三节结束 勇士领先3分 末节决战 考新斯发力带队 打出一波6比0 紧接着太阳怀疑一波8比0 之后杜兰特较怀受伤离场 随后库里连中两季3分 独坎8分 布克也凭借个人能力连拿9分 之后又是连续中投命中 勇士也连续打出配合 还一波5比0 随后汤普森关键抢断得手 但库里措施扳平3分 最终太阳115比111 客场立刻勇士 结束了对勇士的18连败 汉内又是高尼 编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同一时间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